大家做这个小款的零件包 这个零件包这个地方是弧形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很实用的 而且是很小巧的一款 很容易做 做得很快 这个呢是水晶的柱子 是玉粉色的 哦是粉玉 然后呢 这个呢是两种颜色 就等于是 它就一种颜色 就是这款我们就出了两个款 就比如说这种 就是大柱子是一种颜色 小柱子是一种颜色 大配小 然后呢 这个呢是多彩的这种 就是一个颜色 就是它是很多颜色配起来的 然后今天我们录教程呢 就是用这个多彩的 这个教大家来录 因为呢就是 如果大家买的是这种一色的呢 就是一会我们说加珠的话 就全是这种大柱子 加片的话呢 就是全是这种小的片 如果大家买多彩的话呢 就按我们教的颜色来做就可以了啊 大家跟着视频来做就可以 可以用这个教大家做个七彩的 这个七彩的呢颜色比较多 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起头呢是宝蓝色的 然后呢 渐变的话 先是这种果绿色 然后呢是草绿色 稍微深一点的 然后呢是柠檬黄 然后是这个浅的浅黄色 柠檬黄 然后是深的橘色的 这种 然后呢最后呢是这个红色的 我们先呢起头是宝蓝色的 图纸上有写啊 底是宝蓝色珠和片 珠呢就是 就用正常的这种扁珠 片呢就是那种很薄的 很小的这种呢 拉丝的这种呢叫片 现在呢我们先起线 起线来做 一般起线呢是起两拖 两拖是多长呢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拖呢 就是把自己的两条胳膊伸平 这个长度 从最左边到最右边 一般为一拖 我们一般的起头呢是起两拖 然后呢是这样 取 取线 这边没有剪刀 不知道弄哪去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开始做 我们先是第一步 右线穿六片 我们就是先在线上穿六颗片 这样起头大家啊是用宝蓝色的 一二我们先穿五个 最后一颗要回线呢 是宝蓝色的 大家不要用错颜色了啊 这样五个宝蓝色的 然后呢 我们把线的两段对齐 然后呢把柱子呢 拉到鱼线的中间来 这样 然后呢我们在线的上面 这样给它折一下 折一下过后呢 我们再加一颗宝蓝的 这个呢就是回线的一颗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形成一个孔 我们呢把左边的线 从这个孔里面呢 给它穿过去 然后呢把它给拉紧 拉紧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结 我们要把这个结呢 拉到最后 我们回线的这个珠子的孔里面去 这样呢叫做回线 往后的每一步呢 都是需要回线的啊 这样呢我们第一步 这个六珠圈呢就做好了 它是由六颗珠子 组成的一个圈 叫做六珠圈 然后呢第二步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把线分为左线和右线 左手边呢为左线 右手边呢为右线 如果是新手朋友的话呢 分不清左右线的话呢 怕自己忘掉 可以在线上做个标记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在左线这个线头的地方呢 用剪刀给它剪一下 但是大家注意 不要把它给剪断了 只是为了做个标记 这样我们一会摸着 比较有毛刺的这边呢 就是左线 光滑的那边呢 就是右线 第二步我们左线穿两珠 这样两颗宝蓝色的 先放在这里 拉到最下面 然后右线呢穿两珠一片 最后一颗回线 穿两颗珠 然后呢回线呢 还是像这样 把线折一下 然后加一颗片 这个起头底部 全部都是用宝蓝色的啊 这个地方还是形成一个孔 我们把左边的线呢 从这个孔里面给它穿过来 然后呢还是把这个结 拉到最后一颗那个片 那个孔里面去 好 这样呢第二步呢就完成了 好 然后呢第三步 左线穿两片 右线穿三片 最后一颗回串 我们刚才的右线先加两颗 然后回一颗 这样的 一共等于扎了三颗 最后一颗回线 还是像这样 拉紧 把结拉到珠子的孔里面去 这样呢第三步就做好了 第四步 左线穿两颗珠 右线穿两珠一片 最后一颗回串 最后一颗片上回线 后面呢我就不再说回线了 都是在最后一颗上回线的 这样 第四步做好了 然后第五步呢 右线穿五片 就是右边的线 穿五颗片 还是在最后一颗上回线的 然后第五颗是回线的 好 这样呢 我们底部呢 就做完了 我们看一下 现在线呢 在右边的这个六珠圈的 左边的这颗珠子上 左上角的这颗珠子 现在线呢 是在这里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开始做第一圈了 我们现在就是围绕着这个底部 这样做一圈 我们就是一圈一圈这样做的 第一步 左线过一珠 过珠的意思呢 就是左线 从左边的这个珠子的孔里边呢 给它穿过去 就叫过珠 这个呢 我们这一款给大家录的是水晶的 水晶珠的视频教程 水晶的珠子 它的线面比较锋利 它容易把线割断 所以大家过线的时候呢 要顺着这个孔的方向来过线 像这样拉线 不要这样拉 也不要这样拉 要这样 顺着孔的方向来拉线 然后呢 右线穿两珠 一片一珠 这一层呢 还是全部都是宝蓝色的啊 两珠 一片 最后一颗珠子上灰线 这样 形成六周圈 第二步 左线过一珠一片两颗 过线大家注意啊 还是要顺着珠子孔的方向来过 右线穿一片两珠 在最后一颗珠上回线 不要忘记啊 第三步 左线还是往左过两个 过一片一珠 然后右线加一珠一片一珠 最后呢 会先回一颗珠子 我现在的速度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快 新手朋友呢 可能会跟不上 大家如果跟不上的话呢 就先按一下暂停 然后自己来做 然后做好以后呢 再继续跟着看 好 然后第四步 左线过两颗 过一珠一片 然后呢 右线加一片两珠 这样 然后第五步到第七步的做法是一样的 左线过一片 右线穿一珠一片两珠 一珠 一片 两珠 再继续一颗回线啊 大家不要忘了 再继续一片一片 那就继续一颗 这样 这六步 左线过一颗 然后再继续一颗 一颗 再继续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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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株 回线 第七步还是左过一 又加一株一片两株 现在这个形状第八步 左线过一片一株 右线夹一株一片一株 最后一颗株子回线 第九步 左过两株一株一片 右线加一片两株 头一片一株 第十步 左过一片一株 左过一片一株 没顺着孔的方向拉 把线都拉得脱死 又加一株一片一株 11步 左线过一株一片 右线加一片两株 再做回一刻上回线 大家不要忘了 然后第十二步和第十三步 都是左过一 右加一株一片两株 再做回线 十三步 左过一 又加一株一片两株 十四步 左过一片一株 最后一步要多过一刻的 又加一株一片一株 好 这样第一圈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开始做第二圈 第二圈上面有写珠子为浅绿色 就是这个果粒的 就是这个果粒的 片呢 还是保蓝色的 这一圈呢 加株的时候呢 都加这个浅绿的 加片呢 还是保蓝色的 第一步 左线过一株 又穿一片两株一片 一片两株 最后呢 再片上回线 加这个形状 然后第二步 左线过两株 第二步 左线过两株 右线加三株 两株一片 左面上不是有口诀吗 然后下一步 第三步了 左线过两株 大家别忘了 这个过珠的时候 要一颗一颗过 不然的话 水形的珠子很锋利 容易把线给拉断 右线加两株一片 第四步 左线过两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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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片呢 可以两株一起过 因为片它不是水晶的 右线加三株 左线过两株 第五步 左线过两株 左线过两株 右线过两株 右线过两株 这样形成六株 这样形成六株 六步 这六步注意啊 这一步是左线 往左过一颗 过一颗片 右线加三片 这里呢 这里呢 是形成一个五株圈 就是其他这边 我们一开始编的都是六株圈 这一步呢 这一步呢 是五株圈 这样一个五株圈 这个地方 然后第七步 然后第七步 左线过两株 右线加两株一片 右线加两株一片 然后呢 然后呢 第八步 第八步和第六步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是个五株圈 左过一 右加三片 这里呢 这里呢 是五株圈啊 然后第九步 左过两颗株 我们现在做到这边的线呢 是左边的特别长了 剩的比较长 右边的呢 剩的比较短 我们可以把左右线交换一下 怎么交换呢 因为右边 一般夹株子是比较费线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加两株一片 这一步呢 我们如果换 交换左右线的话呢 可以不回穿 只对穿 对穿的意思呢 就是 我们不是 我们刚才不是不回线吗 我们加了一颗片以后呢 这样 右线 加了三颗 然后呢 左线呢 从夹的最后一颗上 就是这个片上面 给它穿过来 这样呢 就叫对穿 这样呢 长到这边的线呢 就到右手边了 但是大家注意啊 左线不要搞混了 不要搞混了啊 然后现在呢 还是左过一 这是第十步了 左过一 右穿三片 这个地方也是五珠圈 这个底部呢 一共是六个五珠圈的 这边是三个 然后另一边 到时候对称的 还是三个 对称的 这样 这边是三个 到时候这边呢 也是三个五珠圈的 是对称的 然后第十一步 左线过两珠 然后第十一步 右线 右线 加两珠一片 右线 左线 左线过两片 我说错了 右线加三片 第十三步 这是第十三步 还是十四步 我都忘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步 走过两株 又加两株一片 十四步 走过两片 又加三片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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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吃五步 走过两株 又加两株一片 我又忘了拍照片了 然后第16步 左锅一片 又加三片 这个地方是形成五株圈 是七步 走过两株 又加两株一片 十八步 左锅一片 又加三片 这个地方也是形成五株圈 然后第19步 左锅过两株 右锅 加两株一片 它有个别的珠子 有的不太好 是正常的 因为它这个有的磨坏的 我们给的珠子都是有多的 足够大家用的 然后二十步 然后二十步 左线过两片 右线加上两片 好 这样第二圈就做完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第三圈 第三圈呢 就是用浅绿的珠子 深绿的珠子和绿的片 这一排是混着来的 大家要注意图纸上写的内容 第一步 左线过一株 左线过一株 右穿一浅绿 一深绿 一绿片 一浅绿 一浅绿 一深 然后一绿片 然后最后回线呢 是一颗浅的 这一圈 它其实就是往上走的这个效果了 这样一浅一深 一片一浅 这一层加的片 其实都是绿色的 第二步 左线往左过上两颗 右线穿一片一深绿一浅绿 这样一片一深 最后回线 第三步 左线过两颗 右线穿一深一片一浅 这样 一深 一片 最后回一颗浅色的 一身绿 一深绿 一片一深绿一浅绿 这样 然后第五步 从第三步 这边就是 一直重复第二步和第三步再做了 左锅二 右加一深一片一浅 然后第六步 左线往左锅上两颗 右线加一片一深一浅 一片一片一片 左线过两颗 右线加一深一片一浅 大家看一下这一步做完呢 有一点往上弯的这个感觉 这个就是它这一层做完的话 等这一层做完的话 效果就会比较明显 已经开始往上做了 就是刚才底下的那个地方 咱们已经编完 现在开始往上做了 然后第八步 然后第八步 左线过上两颗 右线加一片一深一浅 一片一浅 然后再往上弯的这个感觉 然后再往上弯的这个感觉 再往上弯的这个感觉 右线加一深一片一浅 右线加一深一片一浅 我这个呢 回线的方法和刚才不太一样 但是做出来的效果呢 是一样的 回线的方法有很多种呢 然后再往下弯的这个感觉